大家好歡迎來到SUVM賞車網 我是熊達汽車阿俊也是汽車線上約文 那繼上次幫大家介紹SWIFT之後 今天來大家幫他介紹國產生車大Yaris 就是2017年1500cc的Yaris 那我稍後幫大家做完整的介紹 OK我們可以看到打開引擎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車身標籤 車身標籤代表說很正常的 那還有左右兩側的螺絲有沒有做過擰動的痕跡 還有各個塑料板件 看這邊是非常的乾淨 有沒有做過更換的 那可以看到整個引擎室裡面也整理得非常的好 那最後我們再看這台車之後 不能忘記一個東西 就是YES的第三方認證 這裡都有標籤 連帶這個引擎 引擎室裡面都有一個YES標籤認證 那鏡頭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外觀 它外觀是前季巴斯做黑色的 跟白色做一個交叉配色 然後它大燈部分是採用魚眼的部分 那鏡頭我們可以往前看一下 那它所搭配的輪胎是 GREETER的 然後它是18560R15的原廠 配輪胎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車側旁邊看 車群還有車器的部分 來 所以我們在外表在看這台車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整齊 沒有任何彈道 或是說整個板件效陣的痕跡 還有說那個更換的面積 我們可以看到車內 車內呢 它的螺絲還有車門 那是板件 都是原廠原板件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台車是沒有做過任何更換 我們可以看到後門的部分 像這樣後門 我們在看這台車的時候 也是要去注意到 螺絲有沒有做過擰動 更換 車門有沒有變形 有沒有焊接過痕跡 所以在看每一台門的時候 我們可以注意到它的腳腳部分 如果是軟的 那代表說這個車重新打腳過 它這台是硬的 好 我們等一下依序從 這一台三面門的時候 一個一個介紹 我們可以看到Yaris車尾部分 打開吸引箱 可以看到裡面吸引箱 是非常充足的 那後面呢 還有一個 那個小夜燈 可以讓我們在夜間 找東西的時候 非常的可以照明 讓我們好找東西 那打開呢 備用吸引箱 這裡面 裡面 有放著 UV的輪胎 還有一些 拖車歌啊 還有 山脈警示牌啊 這些等等之類的工具 所以說 不用擔心說 買了這台車 什麼東西都沒有附 是非常安心的 好 那我們其實在檢查這台車的時候 不外乎也是要檢查 各個膠 還有螺絲 還有各個板件部分 有沒有說的跟動行跡 我們可以簡單帶過來看到 膠是硬的 那漆面呢 是原廠漆喔 這裡不是重新噴過 裝上的 所以我們在買這台車的時候 是格外的比較很細一點 好 這裡還有一個原廠的標籤膠 好 我們可以看到車內的 座椅部分 還有它的車封件部分 是非常的乾淨的 還有呢 我們再看到這個車用把鎖部分 我們可以研判說 這台車 它的使用長久 已經跟魔耗了 那這台車 它已經行駛了 37,452公里 這台車呢 是頂配的 不過來吧 我們可以看到 車內的配備 車配備呢 還有電折的部分 那還有呢 這是 霧燈 還有它的快捷鍵 這個窗戶的 那還有這邊 方向盤 它有快捷鍵的部分 這邊我簡單看一下就好 那至於中船部分呢 也有中控螢幕 中控螢幕台呢 它有一個倒車顯示器 可以簡單來看一下 還有導航的部分 它是單區恆溫 它是單區恆溫 那我玩這台Yash之後呢 喜歡這台車 或是說有興趣的朋友 那我右邊這邊有 買車資訊 或是賞車資訊 那最後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們 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是熊達汽車的阿俊 那我們下回再見 謝謝 掰掰